真是不打到尾后的分都不知哪个人贏哪个局 大英国首先是何因法球 还在那摆短 我看今晚发梦都是摆短 又摆短 这本集得你 这本真是成功 这本因为对方不是冲过来不是钓过来 尤其当时对方是退开了 再加上在反手位置 对了对了对了 这样缩了过来 发球抢功又另立了 又打出气势出来 3比0开局 再来一个发球抢功 马林就跪水了 再来一个发球抢功 许欣的正手又不是食斋的 这些机会一般情况下不会实 现在 现在马林拉过去的球 他估计不到那些落点 所以他现在还击的效率不是那么高 其他人打他 其他人打他的球 他真的在后面拉回很多 他真的在后面拉回很多 他估计到你的球去哪里 但现在对马林就老奸巨华一点 你以为我左我就给你右 你以为我右吗 我又偏偏给你左 就是这样了 所以现在的对拉大家都不是那么多 好 4比2 4比2 好 马林放短球了 马林放短球了 对 对 退到那么厚 两个都是手感领 3比5 许欣落后2分 好球 这局又占尽上风 这几分 好球 因为许欣还是起不到板 短球里面基本上都是任由马林去拉 所以非常被动 上拉拉出界 整个局面 取欣不占尚幅 现在许欣受影 接法球又失一分 拎头 好球 又到8了 这边 这局不会被许欣追了吧 哈哈哈哈 这样也被人追 就是了 过了8了 加上这局里面 马林的发挥真是挺好的 不像之前的 是压制了许欣的起板 没了脾气 3比10 这局应该比较轻松 很轻松 擦边 经常放高球的人 是容易擦边的 因为概率很高 可为轻松 11比5 还是马林拿着一个进攻的主动拳 小球短球的台内控制 掌握了局比赛的胜利 比分也是大前到3比2